有的科学 军税的科学就是 考那本新台湾论 你们看新台湾论 不简单 新台湾论我没有骗的 你如果说要叫普通人去写 当然我不是普通人 普通人去写 我真的写一笔文章 听说写几天 我两点前就写好了 很奇怪 我写新台湾论的时候 都没有头脑去想 主人那笔 不是笔我用电脑 我打电脑跟人不一样 年轻人是两手在打电脑 我是一手 等我一手打电脑速度很快 我用那个补补补补补 因为我小时候 我跟他所谓的国语演讲 第一名 所以那个发音很准 所以我打他速度很快 有的人说你是用什么 什么猖截 我说没了 我就用一手打电脑 所以我还算 我自己编排 我年纪也六十几岁了 但是我自己排版 所以我在写文中 还有一个特点 我从来不检查 打过就是了 所以这本呢 我都写几本 写十八本 其中有一本是英文的 一本英文的 一本一本 英文是什么 你不知道你们一般都没去买那本 那本就是 我告美国的时候 由图形犯语告到罪告犯语 所有的故事争 跟美国国务院辩论的回文 我们图形犯语 总统来回十二次 图形犯语来回十次 这最高欢迎 像台湾过的时候 美国的国务院 的留守 看我们没去 他跟他说 还不用插语啦 国家免数 国务法有这条 就是国家不用奉告 但是呢 我算头脑真好 我不是用国家的事情够告 我用什么名字够告 大家知道 人权 哎 我说你美国你是说你人权立国啊 你总统几个人都是人权人权 你麻烦的国家都是你们人权怎么 你们人权怎么 你现在换你的人权我给你告啊 所以 反映就跟國務員說 等一下 等一下 人沒有幫你做什麼 人家幫你做人權 你要來回答 來回辭辭 電話年打官 他沒說我們就贏了 電話年打官三點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際性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性的政治電域 政治電域你已經知道了 人家 人家說要你選機 人家是台灣人去選中華民國 選民中國人 說臺灣人是莫名其妙 來外國人來看 所以跟今天為止 臺灣人要了政治電域 你走不走不过 我就改变 因为一般你是你回去 你跟我说 不能去算啦 算是你 真是我们的 恐怕孙孙的痛苦 算是让我们台湾人继续造路蕾 继续在交集 人一定跟你笑 不然说 民进党要选国民党 选中国人 其实民进党和国民党都一样 中国国民党跟中华民国民党没有差别 但有的人听说这句话不错 不一样就不一样 其实完全一样 所以典愿人那就赢了 打起到国典愿人 国典愿人的时候 国务院教乡来这堂 跟犯官说 国家民宿国家不用放高 但是国典愿人会把他博会 他说人是够人愿 不是你够什么吉他的事情 你要来回答 在辩论的时候才是处理 我这个辩论厅开的时候 我才知道原来美国他的想法 他用这个影片 我跟他问一句话 旧金山和平条约到处理为止 甚至要有 是不是还有旧金山和平条约 所谓的treaty签约 签约以后要经过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 参议院众议院通过等于美国宪法 所以法官多久的问 当然在辩论厅时 台湾很多人去国典愿义 给我们忽略 法官那天律师来说 那天在辩论厅有够 他说这些人不要太爽 因为很多人为那些基督拿行李 不是在法庭 那三个法官看到这个阵营 这是什么阵营发声 因为一般 古典愿去辩论厅是没人去听的 那天辩论厅厅 所以辩论厅厅厅厅 法官他就怎么 他就入境心了 第一句他就跟他说 旧金山和平条 在县主席又有算 这个律师跟他说 美国已经用 中美共同防疫协定 跟台湾关系法 取代了旧金山和平条 所以法官马上他就 蛤 旧金山和平条 可以被取代 这个国民的法官 那律师他回答不出来 他在淫淫的 他说我告诉你 我替你回答好了 旧金山和平条 不能够被取代 如果被取代 你就有麻烦了 就是说国务院有麻烦了 所以听了一句 我就知道 这个官司 是我们赢的 所以打官司 所以打官司 他打官司 他打官司 那三点 再加两点 他美国信任 说 台湾要求是美国 君主政府 这不太重 另外就是要求行政团 要主动 要求行政团 要主动 来协助我们 援国 所以我们这些 这个胸口 身份证 现在这礼拜 开始的旅行证件 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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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做的时候 中华民国 不敢跟我们 说到第四点 台湾今天 尤其是美国 君主政府 你会说很奇怪 都没有看到美君 你有看到美君吗 有啊 没有 美君可以成变吗 你想 那嘛 我跟你说 现主是最早最早 我所知道 有六七的基地 都是美君 第一 青春冬 台中的青春冬 你们知道吗 青春冬的 暗时三点到四点 是美国君风 直飞的航线 在青春冬 暗时三点四点就起飞 暗时三点四点就降了 你如果有机会去青春冬 因为青春冬太大了 有民间的 有君风那里 君风的所在有九块 我没有拿到他们的地图 民间的呢 我怎么看 但民间是一条而已 他现在用的 用民间的给你看 所以你在青春冬的入口 你看看 他头前的路 已经換了美君 空君的路 你会觉得很奇怪 奇怪 奇怪 你如果台湾在外 我说一个例子 让你听 当时 我跟你说 青春冬 是美君君寿基地 台湾很多人 跟他吐槽 包括有一个人 叫做李秀莲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李秀莲跟他吐槽 他有可能 林志生头脑太好 他下的论识 我都看不见 这是谁告诉我 是阿姨告诉我 阿姨 为这个各位 他生了一批文章 反驳李秀莲 所以 李秀莲说 李秀莲派人去青春冬 去看 到底有美君也没有 有美国的夫妻也没有 对 他算这样说是对的 如果准备的时候 你要去看 你怎么去看 证明说 晚上就三四点 你怎么会说 晚上就三四点 刚才你看 你吐槽也吐槽不到 所以人家很聰明 他 去青春冬 旁边 五六点 不是祖宿 要花那么多钱 有一间早餐店 他 在时 哇 有那个兵 台湾的兵 在那里进进出出 他就去吃早餐 他就叫一份早餐 把早餐叫来 他又说 嗯 那有坐两个兵 他就说 那个兵 我请问 青春冬 里面有美国的夫妻也没有 有美国人没有 那两个憲兵 他说 我说 我不知道 我们这个地方 在那里面很方便 我们整个地方 也不能在那里面 你问这个 要做什么 他说没有 我就要知道 到底有美国的夫妻也没有 这时候发现一个事情 旁边在做早餐的老鸡 你要问美国的夫妻 你怎么问我这么对 那不是我怎么问你 我每一天送一百五十分的早餐 一米里面 你送早餐 你送早餐一百五十分给送吃 美国吃 一分是一百块 所以我现在知道美国人吃早餐吃得更好 一百块 十三名字 跟五零 所以他说 哦 真的哦 你一百五十分 你有没有看到美国的夫妻吗 太不 他说 你不用分美国的夫妻 跟印象化美国夫妻 你怎么说 美国的夫妻更大 美国的夫妻 美国的夫妻 他说 哦 真的哦 他说 我没能够跟你说 我要送一百 一百五十分的 每天再一起送一百五十分的早餐 他要给美国吃 又第二次 他也是又去 这次去 那女儿的老鸡没带 问他 问他太太 他问他 你老鸡咧 他去送早餐 他说 现在美国有更多 更少 他说有更多 如果更多 都两三百分 如果更少 都差不多一百分 所以 在五星 如果更聰明的人去问 你就知道 有美国了 还有一个现象 你自己注意看 高雄 台北 都有一个叫做 美国学校 有没有 你都知道吗 美国学校 我们现在台湾的人 生很少 学校都减班 有没有 都也减班 以前我妈妈那边 生十一年 当然我爸爸这边 这有两个 很多我所远的朋友 他们的老婆老母 都是日本时代 那时候来的 都说我生十几个 所以现在 现在的夫妻 都生一年 就生一年 生两年 所以 学校现在都减班 初中 高中 都减班 和大学就减班 大学现在高零分 也只剩一面 一面 一面湯 这样的经营之下 全部减班 你去看 台北的美国学校 和高雄的美国学校 都在扩建 高雄的扩建 可以再生成 到最少 两千到三千名 台北的扩建 可以增加 两千到三千 你想说他好好 起床要做什么 要带他学生 那你学生要去哪里 美国学校是 没美国是 没养一趟 美国学校 最近 标告 你看新闻有 标告什么 学校的那个 那个 那个 school bus 那是 学校的那个 那是 起车 我问你 美国学校 因为去买好了 你带 我告诉你 现在现出是 美国 美军在台湾买了 两千名 有一次 6月 7月 因为我老早 跟大家说美军买一次 在花莲 宾东 美国海军陆战队 全副武装行军 今天在花莲的加山基地 花莲的加山基地 这个也做新竹 热山基地 那个台中的青山岗基地 台南 那个基地 还有那个 冰冬的空军基地 我早知道就切了 所以 你想想 美军要来台湾 都不用跟我们说的 也不用跟中华民国说 要来就来 要离开就离开 你注意看 三岁的时候 美国的CDC 就是疾病防治管制局 美国的 直接在上山基地 降落 正如你来说 国际参应该在台降落 途征嘛 一直在降落 那时候相比我也有 还有几十次 都是美国 直接降落 同时 很差别的事情 说他跟塔台 附近要背 一定要得到塔台来允许 他没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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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正方便说这边的塔台 要把治癒 不可能 甚至 以逆风而飞 顺风而飞 你知道飞机要起飞 一定要逆风嘛 他的飞机都很大 美军的都很大 他逆风就飞 所以你看 再来有一边 八八水栽 时 以前去降落 美国的家属是女子 手指的他的背章 在自由食堡里面 跟你说我是美军 你觉得奇怪 那时候他来救灾 他钓那些山猫 山猫 你知道吗 是一种挖土机 双鸟嘛 那是挖土机 他其实 他是要让我们台湾人知道 我不用经费 中华民国的温存 我就可以直接降落 因为这些土地 是挖增而已 台湾人都不知道 因为 特别说 这些西中国人 头脑很好 都把我们抗这条 利用我们台湾人 做他的楼梯 去挖水金 去替他做兵 当然 因为我们高颜 以后 他要注意看 我们2009年 四月催促 国中法年参与 然后我们上次去对国法年 叫他 要看一个 比较实际的 所以2009年 8月6号 美国的国务院宣布 放弃抗辩 他说好好好 我输了 我输了 你说的都对 所以2009年 十月催促 美国的罪国法年 宣布说 这个事情 暂时停了 等下这个园告 就是我们 你园告 准备好以后 我们再继续看 准备好 是什么叫准备好 这边的律师来跟我们说 国中法年参与三年 他问的律师说 你们到底准备好吗 我问我们准备好吗 不然 说起来我们很高兴 三年 缺无四千的 大家都说说 不知道说 我们这是得到美国允许要接掌政权的台湾民政府 你看三年完 当然这一期是最早 这一期 因为最早的理由 我是感觉 因为现在你选机 大家都在销选机 我问你 没有 你选机最后 你选机我会了钱 你去回一票 要了多少 30块 这你们知道吗 你回一票都要了30块 政党 他可以 就像一年 50块 如果做立法委员四年 都要200块 所以我们如果去回一票 立法委员去回一票 是要了多少 要230块 奇怪 我怎么不叫 重力的水金 他把你扣掉了 所以 我们台湾实在说 我不知道 要怎么形容台湾人 所以你们可以来最后 我是感觉很高兴 第一就是说 你们很愿意来认识 什么是台湾的地位 当然 不是说这样想三天 这样就好了 这样就没了 后边还有一个高级班 主要是 如果初级班到高级班 要想好刷 这个就是 基本上的法理的概念 最后就是 有一个职权训练 就是你经义务有五种义务 五种义务 五种义务是什么 义务 义务包括中央义务 酒的义务 菌的义务 菌的义务 菌的内阁 就定义务 后面要去接警察局 接海巡署 国安局 调查局的单位 那些人 是否有一个费用 一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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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简单 是非选择 但你都费用不费用 是非选择你费用不费用 你要想什么 200个 是非题 80题 选择题120题 台北人都是寻不完 2点前寻不完 所以你要考虑 你那个新台湾论 没超过范围 只有新台湾论而已 你要去讨 你如果买回去 你自己讨得不快 你的孩子 还是你的朋友 尤其这些年轻 我告诉你们 你如果去看新台湾论 要来上課 是很聪明的 我今天这样说 你听你像我说的话 回头上日记的 把它记下来 秘书长说 我们去上课 是很聪明的 台湾人 绝对做梦 都没想到 不需要用武力 我们就有办 做中华美国给他掛出 用一支笔 就让他掛出 这样就不好 对吧 每天都会再说 什么要独立 要怎么独立 要来结写 结写 结写 看的人 不想冲 叫你去冲 冲啊 他站在后面 所以 你们去做革命先例 千万 我没要叫你做革命先例 我只要叫你做什么 革命先行者 台湾人 台湾人 没死 革命先例会死 你们要做革命先例 也要叫革命先行者 你们还算聪明 因为生命很宝贵 我今天要说这个重点 今天我这个国的重点是 照美国政府 美国军事政府的规定 最后出一班 我送美国要送你一面旗 大面 这面旗 听清楚 那旗 应不败 也永远不拉扯 你要相信吗 你要相信吗 你很奇怪 我最后 你不要跟他回答 你要相信吗 你都敢说 你怎么会说不败 不垃圾 但是会败 会垃圾 你可以拿回来 免费 再免费你一面 那你听不懂 那你听不懂 所以你回来 要把它刮出来 你不能拿回来 哇 漂亮 我放在汤匙里面 不用 你要把它刮出来 有时候 你又要刮吗 要刮牙手 要刮我这么送你 如果不刮我送你 要做什么 那都不好 你都跟我骗 我跟你说 你真的 不一定会刮 美国 旗子送你 只有一个要求 你就要用 旗杆 不可以用鐵枯 美国人头上很好 他说 他说 你台湾有一句话 说鐵枯到什么 对啊 你们都知道 那菜头的 刮美国国籍 他说 不不不不 要用 他说我旗子送你 我这送你送一四人 派去就拿回来 你如果说 风太轎吹去 也没关系 下一个报告 我的旗子被 颱风吹走 再说一遍 那你可以吗 这个条件不错 来在这里 上一四人的旗子 不错 你如果没有旗子 我给你们建议 在这里买 这是我们的东西做的 这一张 对 方便 主要 这张老英会背 你要相信吗 这张老英会背 你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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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打完卡 大家说 秘书长 我老英没去 要怎么 我说告别 要怎么 人不相信 你送你老英 这张老英是 有历史的 这张老英是 这是美国的内政部 送给我们的 在我们的第一岗时 有八支鸡 那都是金的 都重做的 那是完半 现在这个 不是完半 很便宜 这是写出来 我们的童心自己写出来 写出来 写出来也知道 做到一模一模 所以 我们今天 这个上高的 这个 最后的一天 美国军事政府 就委托我们 送你旗子 让你知道 台湾这个土地 要求是 美国军事政府 尖命中 美国 送你旗子标示 他对我们 是很友善 很友善 因为你有来 最后的 做到对美国 期末歪 你把我尖命 尖命这么久 当时才要行华 所以美国 我把你抹洗一下 赞你旗子 你不要生气 你准备好 我就把政权还给你 这样好不好 来 我们现在来发旗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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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台湾论理要抹 以后 这个世界会改变 会以战争法 来 给国际的社会秩序 来恢复跟遵守 这个建政法 他不是说全世界 设建政法的人 不多 因为你设建政法的人 一般来说 你设到福祉 你没头脑 什么人要抢呢 你专争法 有什么职业 没有了 我为什么去设建政法 我是算科文 我那时候 好像为了设到福祉的学位 我才去设 国际的战争法 因为比较快 好好的交叉 比较少 找你麻烦的比较少 比较简单 大家知道 你设福祉设福祉 都会碰到这种情况 所以 和中华美国三君 的交部寺也设定 他跟我说 您博士 我们可以请你来 我们好好设建政法 我说 蛤 请我去设 汪你知道我什么人吗 他说 我知道 我跟他说 你搞错啦 我是要消灭中华民国的人 你把我去中华民国的三君 设建政法 他说 哦 不然要怎么 我告诉你 你买我的作就好了 所以有一阵 我的书 畅销的要命 坦白说 我喜欢的作 都很畅销 因为这方面的尝试不多 几乎没有 说比较多 不占领不得移转主权 只有这句话 你们初期办事 第二 尝试不能移转主权 你要一定要 英文记忆在里面 如果说到中华民国 尝试不能移转主权 这句话 就会将所有的论识 打到 再来 流亡政府不能继续合法 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 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什么叫流亡 就是离开 他自己的土地 去白朗的土地 台湾 从来不是中华民国的 清朝的时候 已经帮人了 所以由中国走来在这 当然是叫流亡政府 要就地合法 不可能 他让就地合法 西藏 在印度的达南沙拉 就地合法 不可能 所以西藏是流亡政府 他叫做土博流亡政府 西藏他叫做Tibet 他不是用西藏 他叫做Tibet 土博 他政会名叫做Tibet 土博 在印度 所以 坦白说 你做Tibet 你现在刚刚来 你很有兴趣 但是 你可能会 要用一点头脑 所以新台湾论 是最好的解决方式 新台湾论 我还有出四份 应该是五份 叫做台湾战争史回顾 还有四五份 很厉害 不简单 但是你不要急 你先设这本就好 这本要去科学 十一月一号来科 这样好不好 好啊 这期 这些科 我算 在我们这期最后一堂课 当然是 这样还没有上完 就要跟高级班 那个课会比较多 所以欢迎各位 你如果想要说 嗯 我愿意再多学一点 你在下下礼拜的高级班 可以来上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